众所周知这个王永庆呢 他在台面上是有三房 但是呢在法律上真正他的配偶是大房王月兰 而王欧阳之所以如此大纵做 就是因为他在法律上占了有力的位置 他取得了大房王月兰的委托授权 换句话说 他可以代替王月兰行使权利 支配名下财产之外 还能够代王月兰以遗孀的身份 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名盖章 法界人士形容这个行使权利之大 相当罕见 坐着轮椅在看护的陪伴之下 缓缓进到王永庆林前 送丈夫走完最后一程 鲜少在镜头前曝光的王永庆大房 王月兰始终当个沉默的原配 不过根据了解 这回王文阳跨海提告征产 可是王月兰亲自授权 也就是说王文阳不仅代表他个人 也代表着大房王月兰本人 因为美国高院提出的民事诉讼状当中 载明王文阳早在2005年8月2号的时候 就已经取得王月兰委托授权 带他行使权利 支配他名下财产 以及未来可以继承王永庆的所有遗产 而且委托范围还包括了王文阳 可以代表王月兰 以遗孀的身份 在所有的文件当中签名盖章 法界人士形容授权范围之大 相当罕见 除此之外 律师更是表示 王永庆生前的身份证上 佩友兰的名字就是王月兰 因此根据夫妻共有财产制 王月兰有权取得王永庆总资产 3336亿的一半 剩下的二分之一 王月兰也有权利去分配 和其他二三房如何评分 也就是说 最后陪在王永庆身旁的李宝珠 就算是独揽大权再生 最后在法律上依然比不上 拥有正统地位的王月兰 以至于王文阳才能够 以王月兰义子的名义 大动作清查 王家海外所有财产 就见台北最后报道